大陆跟俄罗斯可以说是背靠背 团结的对抗美国 这恐怕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最大噩梦了 这时候中俄的邻居哈萨克 却突然发生了暴动 不只看到是说中俄一起稳住了中亚 也被解读是要避免西方势力的颜色革命吗 瞧的就是美国跟俄罗斯要针对乌克兰谈判的前夕 哈萨克却发生了暴动 也被说美国你是不是有可能要怎么样呢 同时借此能够钳制中俄两个竞争对手吗 您认为呢美国跟俄罗斯在谈判之前 哈萨克却出事了 美国你有没有可能介入呢 来聊天室写上您的看法 就多留言以及按赞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呢 这时候美俄他们先开呛了 但是谁说的比较有道理呢 我们现在看看就是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他就说美方正试图要了解 哈萨克当局为何需要俄罗斯的帮忙呢 布林肯还特别说从近代历史当中学到了一刻 也就是一旦请了俄军来就很难送走俄军了 而且他说对我来说哈萨克政府啊 你应该是有能力能够维持法律的秩序 在尊重示威者的状况之下 妥善处理示威抗议的 因此他就说我们不太了解 为什么呢他们会觉得自己需要境外的势力来协助呢 美国也要试着要了解这一点 针对这样的说法呢 俄罗斯的外交部在8号的时候 在脸书啊po了这个长文 而且他就表明说 认为这个布林肯企图针对哈萨克事件 是不幸的事情来开玩笑 而且呢此举是非常的粗鲁跟无理的 这不是布林肯第一次这样做 而方还指控说呢 布林肯嘲笑所谓的集安组织的一个做法 完全符合正当性的反应 但是呢俄罗斯外交部毫不客气的反呛说 既然呢布林肯那么的熟知历史的教训 这不禁呢让人想到 一旦啊让美国人进了你的家门 你们不是被抢哦 你们或者不是只是被性侵而已哦 而是根本就很难活命啊 那声明当中还提到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美洲的原住民啊 韩国人啊越南人啊叙利亚人啊 并形容他们就是不幸的民族 运气好不好啊 在家门口呢遇到了这个不速之客 就暗指呢美国人 那对于呢俄罗斯外交部的说法呢 其实显然很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感同身受 在推特上呢就很多网友就嘲讽说 俄罗斯这些国家是受到哈萨克国家的邀请 派出了维和部队来进行帮忙的 那你美国呢美国入侵阿富汗当年有收过阿富汗政府的邀请吗 美国在日本跟韩国七十多年来都还没有离开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军队多么容易离开吗 前中纽线大使建文集也认为说 布林肯呢你的话你根本就是班石头砸自己的脚 布林肯事实上的话 真的是不是很很担得起这个这个重责的 所以讲这句话其实是怎么样 自取其辱嘛 你你以为你今天在国际的这个媒体上 你攻击俄罗斯俄罗斯不会反击吗 那事实上我看了 我看了很多这些除了美国的这些媒体不到导的话 我看这个印度的媒体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阿拉伯地区的媒体 还有这些这个一些 这些一些其他国家的英语媒体 都在报俄罗斯的反击 因为俄罗斯的反击讲的太有道理 对你今天讲说俄罗斯的军队 美国的军队进人家就是很不会走 那真的我的记忆 美国是二次大战军队到了德国 到了日本到现在都还没走 现在驻日跟驻美的这个军队 对都还没走呢 他怎么会讲俄罗斯呢 他真的对自己国家的这些情况太不了解了 等于说你就挖一个坑 或者说你自己画一个靶 让人家来打你这个靶 这个靶就是美国 正好给俄罗斯一个提醒世人机会 美国去了别人 你当时你到美国的时候 那是印第安人的国家 印第安人现在还有几个 对不对 你美国当时在那个小小的 那个所谓他们那些什么 这些这些这些殖民店的时候 跟很多印第安国家签了很多条约 他跟印第安他都把人家视为国家 然后签了很多正式条约 那今天这些印第安国家还存在吗 你不要说人没有灭了人家多少国家 你如果你去西贡 你去看看西贡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西贡 就是说每月之间战争那个博物馆 你很多我们都没有看到西方国家看到的那些 媒体都没有报导过 那个美国的坦克车拉这一具 就用铁链拴了一个越贡的尸体 用坦克车拖着在全市全市里面跑 那尸体就拖得到稀巴烂 那个人家人家都有啊 人家越南都有 所以所以我就觉得 布林肯事实上是给他国家自己带来羞辱 看了不过瘾对不对 周日国际自由对决 欢迎大家来补课 而说到了美国怎么去对待原住民的呢 我们先差点说一下 而洛斯电视台呢 近日对美国印第安人 肖孝尼部落的一位活动家进行了一个采访 这位呢名叫做伊恩扎巴特的受访者 他很愤怒的控诉 说我的家园已经沦为呢 美国政府的核试验场 身边的这个所谓原住民同胞的这个健康 也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 而且据报导呢 从上个世纪武林年代开始呢 美国政府啊就在呢 肖孝尼原住民部落的土地上 秘密进行了超过900次的核试验 而且根据2009年的一项研究数据呢 在超过40年当中 美国政府在当地进行了928次的核试验 其中呢约100次是在大气层进行 800次是在地下进行的 产生了大约是62万吨放射性的尘埃 报导还表示说 美国政府的核试验项目 已经造成了该部落上千人死亡 许多人因此患上了癌症等疾病 但是由于呢核试验都是秘密进行的 肖孝尼原住民的部落 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或者是补偿 另外呢居民控诉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之下 原住民传统生活 还有经济运作的方式 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许多原住民的生计都成了个问题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也被说根本就是一场种族清洗吗 对此大陆外交部表示 对于肖孝尼部落等 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遭遇 深表同情 历史上美国从肉体土地文化等各个方面 对印第安人进行了屠杀 驱逐同化 全方位系统化的侵犯印第安人的人权 犯下的庆竹难输的罪行 早就构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不但没有痛定思痛 反省错误 反而变形 变换形式 继续严重的侵犯印第安人的生命权 健康权等基本的人权 美国应该做的不是挥舞人权大旗 对他国指手画脚 而是应该正式自身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种种罪行 真诚忏悔吧 再次回到这一次所谓的哈萨克暴动案 哈总统表示说 哈萨克挺过了未遂的政变 反恐行动将很快结束 另外哈萨克的国务秘书叫卡林 他也特别表示说 哈萨克的骚乱是一场国内外势力的参与 混合恐怖主义的袭击 目的就是要推翻政府 他还说哈萨克还是存在着 再一次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 民众应该保持警惕 那卡林还说我们遭遇到了 针对于这个哈萨克的混合式恐怖袭击 目的就是要破坏稳定还有政变 他还说这是内部跟外部力量的阴谋 除了恐怖组织之外 他们还使用了讯息攻击 另外来看到的是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和哈萨克的副总理兼外长 叫做特列乌比尔记 他们通了个电话 来看到王毅说 我通你通电话 就是要再次表明 作为哈萨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在事关哈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大陆愿意对哈方维稳指报 表达坚定的支持 王毅说这次哈萨克突然发生了变乱 而且他们在中亚形势 还是面临到严峻的挑战 也再次的证明 某些外部势力 并不希望我们这个地区和平安宁 作为邻国 中国大陆比任何人都希望 中亚的保持长期稳定 实现振兴 还说预防和反对任何 颜色革命的图谋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渗透 确保中哈合作重大的项目安全 能够顺利的营运 相信哈方也会切实的保障 在哈中方的机构 以及相关人员的安全 中国大陆欢迎托卡耶夫总统 能够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 哈方则说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具有国际的影响力 同意派遣违和部队 今年来来看到很多国都受到 美国西方国家混合战争的打击 所有的这个集安组织的成员国 都非常的清楚意识到 在面对呢日益加剧的 全球不稳定的局势当中 外部势力 还有呢这个西方持续破坏的活动 你呀孤军奋战是没有希望的 可以说呢西方企图要透过呢 搞乱俄国周遭的邻国 来打击俄罗斯的战略攻势 产生了所谓与西方预期相反的效果 那么他还特别说美国在这个时候 又开始把对待大陆的那一套 来对付俄罗斯吗 尤其是怎么样呢 利用国际的舆论战 来塑造中俄的威胁论 比如说就在集安组织 像苏联国家哈萨克 派遣维和部队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到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就接受了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采访 就被问到说是否同意 美国的前防长叫做帕内塔 他说呢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想要重建苏联的看法的时候 布林肯就说呢 我认为啊 我的看法呢 跟他的看法是一样 是正确的 他说哈 我还认为说 这就是普丁总统目标之一 也就是对于呢 前苏联的成员国施加影响 我们已经说了 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而且布林肯还强调说 我们不能重新回到 各自划分影响势力范围的世界 这是不稳定的根源 是冲突的根源 是导致世界大战的根源 我们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 那布林肯也没有说 美国现在一直要跟中国大陆脱钩嘛 逼着一个东西 一个系统要分成美国的 跟中国大陆的 你不就是逼着大家 在划分势力范围吗 另外再来看 那他其实刻意呢 也要把普丁 帮哈萨克的这个舆论呢 导向俄罗斯 就是要重建苏联 似乎也是要转移怎么样呢 转移你美国等西方国家 是不是遭受到质疑 在哈萨克动荡当中 试图要搞颜色革命呢 颠覆政权呢 尤其是普丁在之前就曾经有说过 重建苏联是不可能的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在去年6月30号的时候 普丁在直播节目当中 就有跟民众对话 当天就谈到 俄罗斯出现有一些 关于重建苏联的呼声的问题的时候呢 普丁当时就说 这是毫无意义不可能的 普丁还说 由于很多种的原因 重建苏联是毫无意义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 比如说考虑到一些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发展进程的问题 我们可能会面临 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 甚至会出现一些 民族核心遭受到侵蚀的问题 看得出来 普丁并没有想要重建苏联 但是美国却这样说 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呢 被说似乎好高兴啊 看到了哈萨克动荡 因为这样可以同时怎么样 对付呢 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 达成牵制的作用吗 但是中俄现在是背靠背 稳住了哈萨克 稳住中亚 我们来看到先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早在7号的时候 他就向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 他致口信说呢 说中国大陆愿尽己之所能 向哈方提供必要的支持 而且呢 帮助哈方能够渡过难关 习主席呢 在口信当中也表示说 近日啊 哈萨克不是发生大规模的骚乱吗 造成了重大人员的伤亡 还有财产的损失 我向你呢 表示真诚的慰问 而且在关键时刻呢 你果断的采取有力的举措 迅速的平息事态 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责任 以及担当 以及对于国家跟人民 高度负责的立场 习主席还说呢 中国大陆坚决反对 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的稳定 威胁到了哈萨克的安全 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破坏哈萨克人民的平静生活 来了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蓄意的在哈萨克制造动荡 策动颜色革命 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 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 还强调说 作为兄弟邻邦 还有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大陆愿意尽所有的力量 向哈方提供必要的支持 帮助哈方渡过难关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跟挑战呢 中国大陆都是哈萨克 值得信赖的朋友 跟倚重的伙伴 中国人民会永远 跟哈萨克人民站在一起 习主席的话 透露出这似乎是一场暴动 另外是有外部势力 在策动颜色革命吗 另外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动作也超快的 6号到7号 他多次就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 成员国的领导人通上电话 比如说呢 在讨论说这个组织的框架之下 要怎么稳住哈萨克的局势 所以采取了相关行动 他分别跟吉尔吉斯总统啦 白俄罗斯的总统啦 还有塔吉克的总统啦 另外亚美尼亚的总理 举行了电话会谈 俄罗斯为首的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就被列为是 被视为是迷你版的北约 那意思就是说 他第二款条文当中就写到 当其中呢一个成员国 遭受到安全的稳定领土完整 或者是主权威胁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启动联合协商机制 并且做出协调 那向当时的成员国提供援助的措施 以消除威胁 那其实呢在6号的时候 吉安组织就派出了第一支维和部队 进驻了哈萨克 这也是该组织成立第一次呢 向成员国派出部队 而这一次呢维和部队大概有3600人介入 大多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 已经呢有2500人是派到了哈萨克 包括了散兵还有特种部队 上和组织 也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机构呢 其实也发出了声明说 如果你哈萨克提出请求的话 我们也会愿意提供该国相关的必要协助 街边随处可见烧到只剩股价的车辆 银行外的提款机也都被砸烂 暴动发生一个星期 哈萨克第一大臣阿拉木图 像是被轰炸过一样 哈萨克发生30年来最严重动乱 俄罗斯派出3000多人维和部队 前往阿拉木图进行清场 引发美国质疑也为即将举行的美俄谈判 增添不确定性 布林肯在9号接受CNN节目访问时表示 不会把哈萨克跟乌克兰的局势混为一谈 但布林肯希望哈萨克澄清 为什么要向俄罗斯求助 在此之前俄罗斯外交部反向 布林肯在7号谴责 关于哈萨克向俄罗斯求助 形同是引狼入室的说法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说 美国以往开战介入其他国家 还把美国的内政跟外交都骂一遍 提到像是美国的原住民 以及中东叙利亚人才是不幸的民族 说美国一旦入侵门户 外国人连想活命都很困难 华府智库学者则是认为 大陆动向也是一大观察重点 这次俄罗斯派兵支援哈萨克任务重大 但无论成败都可能让大陆 借机提升对当地的影响力 哈萨克是大陆一带一路重要关键 哈萨克的稳定攸关大陆的门户 经济利益上光是2021年 大陆跟欧洲的中欧班列 就有1.5万列出入哈萨克 另外还有天然气资源 要是动乱扩大 可能让管道暴露在风险当中 记得张力报导 对于中俄的帮忙 来看到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 他7号就特别感谢俄罗斯 大陆还有吉尔吉斯等国 对哈萨克的大力支持 他特别说部分的自由媒体人 以及不少的海外人士 在哈动乱当中 煽动的动作 毫不夸张的 就说这些是不负责任的煽动者 都成为事件发生的帮手 托卡耶夫其实还特别说 袭吉阿拉木图的暴徒 跟恐怖分子 接受了良好的训练 而且组织很严谨 受到特别中心的指挥 他们当中有些人 讲的竟然不是哈萨克的语言 两万名左右的恐怖分子 共对阿拉木图发起了至少六波的进攻 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的消息 我们来看到 也就是哈萨克在9号公布的一些数据显示 在最近呢 该国多地的抗议 演变成暴力活动之后 总计已经有多少 5800多人被警方逮捕了 其中相当有一部分的外国人 他们种种的迹象 才会被说 是不是有外部势力在策动呢 进行颜色革命吗 而且是不是有所谓的外部势力 1月9号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一位呢 基尔吉斯过来 在阿拉木图被逮捕的这名男子 他呢 其实有说 不明身份的人给了他 1324元的人民币左右的钱 让他去参与 在哈萨克进行的抗议活动 一群身份不明的人 还给他买了一张票呢 并且要为他在哈萨克的住宿 提供支付的费用 大约有10个来自于乌兹别克 还有塔吉克的人跟他住在一起 另外呢 哈萨克的 来看到奇姆肯特市的一个副市长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被逮捕的暴徒当中 自称是获得了报酬 才参加了这个骚乱活动 而且还分发了能量饮料 他说呢 根据被拘捕者的暴徒字数 他们还收了钱 有组织啊 在上街头 每个人呢 都拿到一瓶所谓能量饮料 喝完之后行为就失控了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种种迹象 难怪就有说法啦 是美国希望借由这次的混乱 才能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谈判 增加筹码吗 你看西方的媒体 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你感觉那个气氛就是兴奋 而且立刻就怎么样 站在这个报名的这边 整个的摄影的方式 整个的报道的方式 真的跟当时的那个乌克兰的情况 几乎是一个同样的翻版 他们真的很兴奋 然后呢 提出的呼吁就是说 要你这个托凯耶夫跟那些暴民去谈判 去要注重那些谈判的人 这些暴民的人权 要注重他们的诉求 那请问一下被杀掉的那些警察 军警 对不对 还有一些被乌辜的暴民 被烧掉的房子 那那些暴民都不要负责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 基本上还是唯恐天下不乱 而且他们希望在哪里乱 希望在哈萨克乱 哈萨克我们边对大陆来讲的话 那是一带一路 一出了新疆以后 就是哈萨克 你这个中欧班列也好 你这个整个一带一路 这一带的部分 思路一带一带 这个思路地带 那哈萨克没有哈萨克的话 那这个整个一带一路 不要说垮一半 我觉得就垮掉三分之二 所以美国现在 就是不希望你 不希望中国的力量 不断地往外走出去 那如果他能够哈萨克乱起来的话 让一带一路的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进程 严重受阻的话 那美国不是很高兴吗 所以另外一方面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个哈萨克也是俄罗斯的后院 那如果说整个有动乱的话 或者美国的影响力 可以伸到这个区域来的话 那他跟俄罗斯在谈判乌克兰的时候 就可以两边可以用 用NGO然后用钱嘛 那他跟俄罗斯在谈判乌克兰的筹码 那他们就说他是拿钱办事的 然后你刚刚不是说喝了能量饮料吗 那他说他喝了能量饮料之后就会失控 这里面当然就是有人去发钱嘛 因为他们是领钱进来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境外势力 美国是要在这边 希望他乱 然后来变成他跟俄罗斯 谈乌克兰的筹码 他知道他们有能力去介入哈萨克 可是我总可以让他乱吧 让他乱一下 乌克兰这边 我就可以谈到比较好的条件 的确哈萨克的动荡 发生时间点被说真的太巧了 因为就在美俄两大国要针对乌克兰议题 谈判的前夕爆发的动荡 而针对美俄的会谈 我们来看到双方是在十号的下午 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的会谈 但是彼此依旧存在巨大的分歧 根据华盛顿邮报说 这一次双方要对乌克兰局势 还有彼此的军控问题进行讨论 希望能够针对飞弹部署达成共识 美俄高层在瑞士日内瓦 就乌克兰边境危机展开谈判 但会前双方活药位十足 几乎没有让步空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九号 接受CN访问时就公开表态 说他对这场会议能够扭转乌克兰局势的期待不高 俄罗斯代表团九号抵达日内瓦 会前态度同样强硬 而且不抱乐观 俄罗斯外交部长雷亚布可夫就表示 会议结束后外交行动就突然终止 是完全可能会发生的事 白宫高层官员透露 美俄这次会议讨论互相限制在乌克兰军演规模 以及飞弹部署议题 双方会先互相测试诚意 再进一步召开主要会议 尽管美国声称不会在乌克兰议题让步 但美国安全智库专家指出 无论欧洲盟友或美国国内都已经厌倦战争 以及核战风险 也不看好乌克兰能为北约带来好处 甚至只会徒责麻烦 而俄罗斯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占领乌克兰 而是确保乌克兰不会成为西方势力 用来对抗俄罗斯的前线基地 专家预估因此最终可能的走向就是 拜登淡化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 换取普丁撤军 记者张力报道